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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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现场好好表现吧 掌声欢迎中国情歌会主持人谢南 欢迎各位来到云南卫视大型音乐节目 中国情歌会 有情人中国情歌会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我们就趁着来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明星嘉宾 首先欢迎这一位戴君 嗨 大家好 我是中国情歌会的丁字户 戴君 大家好 接下来这一位呢 会有万千少女为之尖叫 我们的人气偶像扎西顿珠 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回到我的主场云南卫视 然后做戴君哥丁字户的助理 然后作为助理我希望每一期都来 谢谢 好 我们还有一位明星嘉宾 今天他将戴哥出场 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歌手 潘美晨 你说我没有资格和你谈恋爱 我的背景我的过去有点坏 曾经伤害过的人梦言后才明白 你对我无动于衷 你对我无动于衷 我活该 我想老天也会 可以有安排 在我沮丧时 再次一到 狠狠让我醒来 如果我真的不正 让你醒来 给我机会 给我机会 我愿深深深世事等待 爱 总是那么无奈 当时以为我找不到爱 后来我 淌淡了一大堆温水 才发现原来我 还有爱 我可以为你等 你知不知道 我最爱的心愿 是你被最心愿 绝不会简短 就算牵不到你的手 我也无憾 只要让我祝福你一切无恙 只要让我祝福你一切无恙 好 欢迎美辰姐 谢谢 我觉得真的精彩的表演 有两种 一种是会让人忘情地跟着欢呼和鼓掌 还有一种是让人忘了鼓掌 十多年前还语着禁忌 死这个字 后来有那个死了都要爱以后 我就觉得这首歌没什么 香港歌坛有一个歌手 现在也很少听到他的名字 叫李慧敏 他出过一首歌叫 你没有好结果 怎么会有人起的歌名叫 那个什么 有些你写的歌词里没所谓 比如说喝下你藏好的毒 以前哪里敢唱这样的词啊 但是有时候在不同的场合 有些歌是不能唱的 就比如说结婚的时候 如果你唱 想要不能留在最寂寞 那你就很麻烦 你人是去打场 对对对 人结婚的时候你可以唱 那个一场游戏一场梦啊 其实我认为在婚礼现场 最适合唱的歌就是 《我想有个家》 对 好我们谢谢美成姐 带来这首非常精彩的 谢谢 谢谢 云南白药汽血糠 中国情歌会 每期三位选手 带着经典的情歌 来到现场参赛 他们将接受 现场100名观众的检验 如果他们演唱 能够赢得100名观众中 70名观众的认可 把身后的玫瑰花 将会为他绽放 开花的选手当中 只有一个能够获得一次 现场用情歌倾诉的机会 他将现场连线自己倾诉的对象 并联动现场所有的明星嘉宾 和观众一起 在连线中 用情歌来表达情感 这个珍贵的机会 将由现场的三位嘉宾 最终确定 第一位歌手 在爱情的道路上呢 有很多的选择 第一种呢 就是我爱的人 第二种呢 就是爱我的人 如果是在我的爱情世界里 我一定会选我爱的人 那么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带来的就是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好重的杀气啊 他下来的时候 杀气很重 我爱你 杀气很重 不知道我愿意再等 懂不了爱我的人 片刻柔情她骗不了人 我不是无情的人 却将你伤得最深 我不忍我不能 别再认真 我不是无情的人 忘了我的人 离不开我爱的人 我知道爱需要缘分 忘不下爱我的人 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 为什么最真的是 碰不到最好的人 我不问我不能 留在怀中直到他变冷 我的人为我冲击不归 我却为我爱的人 感情一生伤悲 爱我的人心中不对 谁对谁不必虚伪 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 我却为我爱的人 走泪光轮起醉 爱你为爱从天受罪 为什么不共拒绝 悉心的破灰 他唱歌的时候和他走上来的状态不一样 我不看我爱走着 我知道爱需要缘分 忘不下爱我的人 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 为什么最真的是 碰不到最好的人 我不舍我不能 留在怀中直到他变冷 我的人为我冲击不归 我却为我爱的人 感情一生伤悲 爱我的人心中不对 谁对谁不必虚伪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 我却为我爱的人 感情一生伤悲 为什么不共拒绝 为什么不共拒绝 所以我原为我的人 我知道多么情况 不共拒绝 当然你才作为自己配靠 就说真的 那个想要学人 吗 我以为我读再导演 这样 我吵着你 描给你 ז 刚才这个演唱有什么点评 当时就是流行乐坛 有两个巨星 男的是刘文正 女的是邓丽君 在内地 是特别有影响力的 刘文正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 签了三个女孩 做了一个组合 就是飞行三人组 里面的邱海震 她的成名曲 就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就这首歌 但她唱的歌呢 里面带有更多的哭腔 她是一个偏女中英的 这样的一个音色 然后呢她唱的是有点怨 就说这份感情我没抓住 她有点怨 但你唱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是 你是有点后悔 我唱的其实就有点无所谓 我都是 无所谓 对 你又有点豁出去了 就是这个事情 我已经既然丢掉了 就失去了 对啊 然后 就算了吧 你有点就自暴自欺 破罐破摔的感觉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戴军哥在我们三位 明星加迷当中 是情感担当 除了后悔 还听出了什么 后悔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豁出去了的感觉 对 她有点豁出去了 有点那个东北人的气质 爱谁谁 她这个人 她唱歌前和唱歌后 是有分裂的 她上来的时候的一个气质 在歌曲里面 唱完了 啪出歌曲里面跳出来了 唱完以后 您看出来的气质是什么呢 鞋星 俊彤 你有几个女朋友啊 喂 金香猫 你看 我就知道 看得出来 现在是单身 但是我跟你讲了 年轻人玩可以 但不要玩过头就好 我是特别的 就是羡慕 嫉妒恨这种男孩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走上来的 那个气质 你们觉得就 很带那个威慑力吗 他上来的时候 感觉我就 别打我 对 他感觉要来打架一样 对对对 然后一上来以后 整个那个洒脱劲 就是感觉 你到底是怎么上台的 你再走一下 我就不知道啊 我就走一下 什么节奏 小双有请我们的第一位歌手 来 上一下子 这个 这个 这个应该没话了 不是 这种男孩 可能你欣赏我啊 我叫你一声哥哥 我妈在家就说过两个 第一说 你看看人家戴军 怎么样 戴军怎么样 都多大年 我说话不懂 我说我的演艺生 才刚刚开始的 所以吧美景 你快好快找不找不 真的真的 我的主性位是哪个 但是 我可能跟她妈妈是同龄人 大姐我跟你说 你儿子完蛋了 他是一个太好玩的人了 你回头看一眼 那个玫瑰花 怎么样 你会用什么来形容这朵花 自己脑子第一反应的是什么 这玫瑰花太难看了 这玫瑰花太难看了 我告诉你 谁做的 你完了 你从嘉宾到staff 得罪了一个购啊 我特别喜欢她 我感觉她出来 都自带弹幕的 自己的弹幕 你能不能在中间站好 五 四 三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这就是你自己干的好事 你说这朵花难看 她还为你开 是啊 吓我一跳 不是这么聊的 说是开的呀 怎么开 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玫瑰花 调戏参赛歌手的 是真的吗 她刚才说 她憋了半天不开 你刚才自己说的 玫瑰花讲难看吗 但是开开的时候 真的有比的灿烂 如果最后获得了倾诉权 你想跟谁倾诉 这首歌是我送给 马上要结婚的 我六年前的大学初恋前女友 太坏了 这个定语真的很长 马上要结婚的 我想说的完整 大学恋爱了多少 六年 六年半前的初恋的前女友 还是初恋 对 基本 女友嫁人了 新郎不是我 你跟你的初恋情人 是怎么认识的 那是在1951 没有 六年半前 过去的事情 还说她干什么呢 不是 得说 这不说是不痛 难受 六年半前 我考学的时候 我们的家 其实在辽宁水阳旁边的一个叫盘锦市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就是同在一个专业课的亲房里 可能是因为我见识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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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冬天 她是天气 哎哟 她是我长这么大 19岁不到里边 觉得最性感 最美丽的女人 穿了一双雪地棉 穿了一个白色的短的棉袄 底下穿了一个练功的那种 练功的那种 运动裤 嗯 我当时 就是让你能看出性感来 是就是没有那种 见识 就是没出过大城市好像 然后呢 那种感觉 然后上课 上完了课之后呢 然后走楼梯我们正常下来 我都不知道她叫什么 嗯 我也不知道她电话号 我当时就觉得 我觉得我特别想亲她一口 好酷啊 小流氓哎那是 哎 扎西顿珠你别喝水 一会小心喷出来 就特别想亲她一口 幸亏她没报警 我那个 就给她直接就扶窗台 帝东哎 哇 我十九她十八 哇 真事 这不是我说的 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那种 她可以给你个大嘴巴的 然后说你耍流氓啊 她可以 我可能跑得有点快 我就亲了 亲完我转头就走了 过后我才打电话 给同班的一个男生 因为我看过她俩走过 我这个女孩叫什么 啊叫什么什么什么 我电话号给我 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发短信 我按理说我觉得吧 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招或者是不招 我只觉得我当时想亲她一下 然后我就跟她发短信 哎她对我没反感 我长得那么难看 上完课我说咱们一起去吃那个 鸡架盖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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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说吃鸡架盖饭 其实两个人使劲花 你随便点也吃不了50块钱 然后就去吃了 吃完然后很快的就在一起了 不是那你们听起来这么甜蜜 这么传奇开头一故事 你们为什么会分手 都是特别特别简单的事 我看不上你你看我不顺眼 然后当然 两个人脾气都还挺火爆的 非常火爆 你看啊哪个再年轻的呃 男女朋友中间 你那儿站了两个小姐妹 我这儿站了两个小兄弟 我们吃吃饭 因为都最后都记不起来 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吵的 只是认为我肯定骂了你一句 说了很过分的话 他身边有他的姐妹 他肯定要回一句 其实吵到最后跟件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这最后都是这样的 然后砸手机砸桌子 他他找不到我 我找不到他 他找不到我 当时大一还住宿舍 拿起一个板砖 直接二楼一扔 碰 你等会儿 这故事是那姑娘的砸板砖啊 还是你砸板砖啊 都砸过 都砸过 找不到了 碰 然后最后大家都出去了 买了几卷透明胶 就是完了 还有用不了的衣服 把衣服最后一呼 让透明胶一呼 这就是谁谁谁干的 你们俩谈个恋爱好危险 那个时候吧 其实我是19 她是18 要是说有什么实质性的事儿 真实没有 二十天前 我们学校老师有一场毕业音乐会 让我回去做一下助演嘉宾 晚上我们还是 还是庆功宴 我这都已经毕业三年了 我不知道她来 我唱歌 然后走走廊里看着她了 她拍了我一下 我说哎呦 佟姐 我说我先化妆 然后我要准备一下 去吧 她都是现在见着我很平淡的那种 晚上到了庆功宴 我们两个的一辈子上 还是贴着陈俊彤 张瑞彤 就还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是怎么样了 她都说不用说 然后都不吃饭 都不说话 然后在那吃饭 她看着我说那个 哎那首同类挺好听啊 因为我之前发歌了 我这一下哎呦 她还在关注你 行啊 对啊我说这个行啊 我只是觉得音乐好听 我说啊 这就是现在变成了这样一种 然后又又聊 老师说了一句话 你什么情况了 我十月份结婚 你才知道 我二十天前才有她微信 她说她要结婚 我当时听了 其实只有短暂的三秒不舒服 她就走了 她走了之后 我说哎那个婚礼不叫我呀 我还是那么的美 那么的漂亮 你敢来吗 你敢来吗 就这么走了 我大喊 我说你婚礼我就唱三首歌 可惜不是你 如果没有你 好日子 谐心精神贯穿到底 这拉都拉不回来 爱是打打地 我之后无论 有没有过女朋友 有过几个 我大学这辈子 只能唯一一次 在那一年跟你一起考的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跟你说 这对你以后 谈的每一段恋爱都不公平 对 就不要再去比较了 翻篇了 这个就是翻篇了 你心肩上有一块地 疼给她 她住在那里就OK了 她就永远住在那 这个人翻篇 再谈另外一段 重新开始 还是你的初恋 你要拿她来做比较的话 对现在的不公平 我说话很值得 我觉得你真的不应该 人家都要结婚了 这六年内没有结婚 有可能是因为等你 我觉得有点残忍 我觉得如果爱一个人 在当下 就算吵闹或者 这六年内 你根本就已经没想她了 就不应该再提起她 你怎么可以在二十天前 看到她说 突然又想到这个人 如果她真的还爱你的时候 她的这段婚姻 会变成什么样 我觉得啊 人的情感肯定会在 人生的某一个时刻 被某一个点 或者某一个事件刺痛到 或者是激发到 以至于她想去做一些事情 就算是回应当时 青春时候的自己 或者是年少时候的自己也好 但是很显然 你的故事已经在我们 明星嘉宾的心中 有了判断了 最后你能不能 获得倾诉权 我们要稍后才能见分享 但是也谢谢你今天 能够把这样一个 年轻的时候 嬉笑怒骂的故事 爱情故事 拿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谢谢俊彤 谢谢 电台的演唱 有精彩的故事 另一位歌手 有些歌你可能很少听到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 想起的时候呢 你会跟着爱一起哼唱 而且她的经典歌词 你也能依稀的记得 这种好的情歌 就像酒一样 越酒 越纯 越浓 越香 所以今天我带来的歌曲是 一首经典的老歌 春中游得 雨做的云 今天的歌都好老啊 对啊 孟廷文 风中有多雨做的云 一朵雨做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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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了吹涌 吹了吹去的花万里 找不到一次次联系 飘摇 飘摇飘飘 飘过千万里 一朵雨尴成佛 一朵雨做的云 每当心中又响起了你 风中又过雨过的雨 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 风中又过雨过的雨 每当心中又响起了你 风中又过雨过的雨 每当心中又响起了你 风中又过雨过的雨 听出来了吗 男生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的 我觉得刚才这首歌跟你的衣服特别搭 唱的是风中又过雨过的雨 然后本身人也像一朵白云一样 飘到这个舞台上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好不好 做一下介绍 大家好 品味老师好 我叫吕思瑜 我来自山东 之前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 现在是一名歌手 这身份跨越挺大的呀 你如果去观察孟天伟唱这个歌的时候 他站在那里他很淡定 他不会有那么多的动作 你的声音你的外形 你整个气质都很好 动作再减少一点 然后淡淡的感觉 那就很像女神了 他唱歌还挺喜欢点头的 这都被你发现了 你看我原来是个女汉子 刚才都是装的 女神装不过三秒 不好意思大家 你们好 我叫李茲瑜 你好 真情流露了 你可不可以再多讲几句话 让我知道 你喜欢哪种风格的 这是孟天伟刚才那种风格 做你自己 你自己 做自己风格的 你瞅啥 好可爱 你来一个你平时K歌的时候 比较爱唱的风格的歌 你为什么不看这个呢 真好啊 但是你看没有 他这个完全就很自信了 我们接下来就来把决定权 交给现场的100位观众了 超过70位 为他点赞的话 身后的玫瑰花为他绽放 他有机会去争夺最后的倾诉权 我跟你说 大家就是不给他投票 他都会把那个玫瑰花掰开 我跟你说 他就是玫瑰花 因为这个很好看 我好想坐上去 你看我看得这么像仙女 是不是应该坐在花朵里 你们是不是 来 绿子宇请转身 5 4 3 2 1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能再回 你看 没有 今天我准备的第二首歌呢 是不完美女孩 这首歌呢 是送给我妈妈的一首歌 昨天知道妈妈就是做手术 然后因为我工作的原因 没办法去陪她 所以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 因为在音乐这条道路上 我妈妈都有付出了很多 以前可能特别的不懂事 就像不完美女孩里边的歌词一样 只有你在我飞的高不高的时候 你会在意我飞的累不累 我也希望我的妈妈能够身体健康 然后她在电视机上看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欢迎下一位歌手 请 一个女人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应该是能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好男人 这首歌的词曲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能表现出男人的心声 也能体会出女人的心声 很想要女生可以选男生的歌去唱 希望我的这首歌可以诠释到这首歌所有的精髓 接下来我选的一首歌是好男人 心里太多哭 太晚去就痛快哭一场 说她对你好 对你的眼神就却迷茫 这是怕朋友 会担心难过 在关系好着说话 我用情态着 早分不清真相 要不要阿渡 让你把一切全做到她希望的模样 她又真的实现其次 承诺过大些话 说的没有错 为相爱的人 是好些故意又可怕 大爱不爱你 声音声在回答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 受一点点伤 绝不会像是疯狂跳细浪在温柔里流浪 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 喜悦来愈慌 孤单在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 第一次听女生唱这个歌 第一次听女生唱这个歌 这被杨坤的唱歌 女杨坤 让你把一切全做到她希望的模样 她又真的实现其次 真的过大些话 说的没有错 会相爱的人 出现有何话 爱不爱你 想一想再回答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 受一点点伤 绝不会像是风动飘起 你当在温柔里流浪 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 心越来越慌 孤单在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 孤单在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 这首歌 刚才这个歌 我觉得大家听的都应该挺过瘾的 先听听我明星嘉宾怎么讲 我第一次听那个女性 唱这首歌 特别像杨坤老师 那叫女版杨坤 对 你 谢谢 老师 其实杨坤是这种唱法 但更早这首歌的原唱 张浩泽老师 他也是这个唱法 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音乐人 我印象中听他第一首歌叫北风 北风 有传来熟悉的声音 早上就让我忽然觉得好冷 有传来熟悉的声音 像那点让我突然觉得好冷 我不再告诉我 他们的唱腔都会很老派 然后嗓子里面有那种自带音箱在那里面 我觉得美晨姐应该对原唱 是不是也比较熟悉 我常跟他一起演 好哲歌 对对对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小小八卦一下 很顾佳的 然后他老婆其实是在做服装事业 那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办法 长期在我们内地演出 就是因为他要陪着他的老婆做生意 但是更悲情的是 他的老婆在几年前 Izen去世了 然后他就基本上就真的回去 帮他老婆经营他的事业 因为他的女儿也在台湾 他要照顾 这样子 所以好男人 这首歌不是唱唱儿子说的 也就是他自己的一声声 对对对 到底南南能不能够获得最后的倾诉权 首先要看一下现场100位观众 没有被你刚才歌声打动 能不能够让你身后的这朵玫瑰花 他要为你绽放 请转身 5 4 3 2 1 恭喜奶奶 你如果获得倾诉权的话 你想要跟谁说 把这份心吧 还有这首歌要送给 为了我而放弃事业和前途的老公 好男人 我们相知相恋到现在已经有20载了 算是我们东北话叫发小吧 一起长大 但是小的时候我们是对立面 仇人 仇人这点有点重啊 为什么是仇人 一见面就掐的那种 他也瞧不起我 我也特烦他那种 人家 欢喜人家 就到什么程度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跟朋友去宵夜 宵夜的时候呢 他认识我那朋友 他也看见 他就过来 他说 你们俩在这吃饭呢 那服务员给我来瓶酒 完了我回头 我马上说 你点的你买单 我就会这样 就特不给他面子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他是特别喜欢音乐 也算是就是我们家里那边 比我们岁数大一点的一个哥哥 他就是特别条件不好 然后积累了很长时间 攒那么一点钱 买了一个音箱 棍一样的那样的音箱 就供在他家那地上 就放地中间 反正谁走都会碰到 但是他特别小心 我就不大注意这个 冬天到他家 我这一拖大一 呼 音箱就倒碎了 然后他就特别难过 但是他也没说我 我当时我知道是他 特别不容易买的音箱 我就害怕了哭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 我老公就 那是第一次跟我就特别正常的语气 说这有什么可哭的 你别哭 明儿我赚钱给他买一个 就这个就让我觉得 那时候你们交往了吗 没有没有 那时候我们还是对立面 对他说完这句话 哪会有一个人对立面的人 这时候站出来说 没事我帮你赔啊 是 我就已经动心了 对你 我也觉得很惊讶 完了从那以后 我们俩就是铁哥们的 好朋友 他也会说 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 我说我不用你介绍 没事的 就大家一起吃吃饭什么的 然后冬天的时候 他送我一个手套 我想这个 李向往来吧 人家送我个手套 我送他个帽子吧 我就到那卖帽那地儿 我就挑 我就看哪帽都挺贵 完了我就 我就看有个绿颜色的帽 特便宜 完了也没人问 我的小也不懂 完了我就说 那帽多少钱 那时候我们兜里都特别穷 有个二三十块钱 就算大户了 这帽子十五块钱 我那就来这个吧 挺新的 我就给他买了 送给他 当时他特别高兴 然后他就留着了 但是从来都没戴过 完了我还笨傻 我还问他 我说你怎么从来不戴 我送给你的帽子 你不喜欢啊 所以我不冷 我那个一点都不冷 我不需要戴帽子 等到结婚的时候 我在他们家那个 他妈妈的床底下 我都看了 这不我当年送你的帽 他说是 那时候绿色的 谁敢戴啊 单身汉 戴绿帽子一点没事 但是有对象就不行 情人节那天 就这周六 完了也是一周的 最后一天了吧 他就是找我 还订了个蛋糕 所以我想跟他聊聊 不是行吗 聊吧 其实我真的就想到 他可能会提 然后他当着我面 干了两瓶啤酒 他就说那个 我们俩吃的馅儿吧 然后我就 没有任何铺垫的 没有 自己干了两瓶啤酒 然后就说那句话 对 这是个耿直报呀 没有 这叫酒状怂人胆 我说我妈不能同意 我得回家问我妈 就这样 就把这事就割下了 第二天 我就买了火车票 因为我要去温州 他说那我送你吧 我说行 他就送我上车了 上车到火车站送 然后再见 然后就都走了 火车开了以后 我就坐在卧铺上 完了 自己站得特无聊 然后一回头 他从另一个车厢 就走过来了 然后我说 我说你怎么在车上 他说我多送你一会儿 结果这一送 就送到温州 后来我问他 我说以哪来的钱 买火车票 他说我把我小提琴卖了 他的专业是拉小提琴的 他三岁学小提琴 有一把非常棒的 手工小提琴 是他妈妈爸爸 就是积攒了很多年的积蓄 给他买的 然后他把小提琴卖了 把他身上那个 那个时候用的是 传呼机 BB机也卖了 跟我到温州去了 我就觉得我特别感动 确实真的很感动 那个时候 就这样我们俩就一直就是在南方 摸爬滚打吧 一直相知相恋开始 所以你刚才说 他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事业 然后一直在追随你是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他跟了一个乐队 来到北京 他在北京待了三年吧 我来 然后待了一年左右的时候 他这个乐队就解散了 解散的时候呢 公司的领导吧 人也特别好 然后就说你留在这吧 我给你怎么怎么样的机会 他可以跟很多明星合作 去编曲啊 去制作 他很喜欢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呢 他就跟我说了 我在北京吧 没有发展 但是我当时小 就特别的自私 我觉得北京这个圈子里吧 灯红酒绿的 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说那个 太多美女围绕着你了 我没有安全感 我说我想回家结婚了 我们俩也这么多年了 我说你愿意跟我回结婚吗 他 笨都没打 就行 听你的 回家结婚吧 就这样 他就 就是准备跟我回家结婚 那在这过程当中 他有好多朋友 约他出去喝酒什么的 就说 留着吧 怎么怎么着劝他 然后后期 他的朋友我也认识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说 你让他留在这吧 他肯定特别有发展 他前景肯定特别的好 已经都到这份上了 再努一把力 肯定要特别棒 但是我也很纠结 我也问他 我说那你要愿意留在北京 咱就再待几年 你要不愿意 我们就回家结婚 他还是那句话 听你的 完了 我说那我们就回家结婚吧 就是很自私的一个决定 然后我就跟他回东北结婚了 然后他就一直在东北 对 他陪着你 对陪着我 然后做着他现在 就特别辛苦的工作 然后他现在当老师 教小提琴 然后每天课也特别多 而且他身体特别不好 他有糖尿病 就为了家 为了孩子 为了我 一直在东北跟我一起生活 刚才男男说到 你们俩已经有宝宝了 是不是 对 是个男孩 今年已经七岁了 好像曾经在怀孕和生产的时候 也经过很辛苦的一段日子 对 曾经小产过一次 然后呢 就是哭得嘻里哗啦 因为我是 我跟他都是单亲家庭 我对家庭的这个概念 就特别的注重 我特别希望 我自己有一个 比较完美完整的家 所以我拽着他结婚啊 生孩啊 我觉得应该是我人生 应该走的一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小产的时候 我就哭得嘻里哗啦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那个 没关系 他说那个 没有孩 咱们俩也可以过一辈子 我一样会对你会怎么样 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就 反正就伤心难过吧 然后过了几天 就养几天才到医院去 然后养几天到医院的时候 一检查 虽然还听出来 胎心了 然后最后就是 大夫跟我说 我怀的是生胞胎 掉了一个 还保住了一个 比较缺折 天哪 我听到挺鸡皮疙瘩耶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种 爱的奇迹的感觉 就是奇迹 而且 我觉得你先生是上天赐给你的 对 可能对你来说 你觉得 从小我看不对眼 这个人 一直在折磨他 其实折磨是爱的 另外一种体现 但是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就是为了来呵护你 其实从小你折磨他的时候 他就在承受 然后你的爱情模式就是 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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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你爱你 对 是这样的 是吧 很显然你的最后倾诉 就是要说给自己的老公听 对 对 那我们也希望 楠楠能有这个机会 到时候决定权 我们会交到 三位明星嘉宾的手中 谢谢楠楠 跟我们分享的故事 谢谢 本场共有两位选手过关 想唱给大学时期前女友的歌手 陈俊彤 想唱给为成全自己 而放弃事业的老公的歌手 贾楠楠 到底哪位歌手 能够赢得本场节目的金属权 让我们把权力交给现场的明星嘉宾 那这两个是老乡 第一位是男生 俊彤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稳定下来 他有点游戏的感觉 有一天他认真了 他对一个人了 我每天会给他这个机会 向他表白 但旁边那个 他每一天都在踏踏实的过日子 而且上天也眷顾他们 给他们创造了很多的奇迹 我相信他们未来的日子会很精彩 今天我们把机会 给的是楠楠 我们恭喜楠楠 获得了最后的倾诉权 那也谢谢俊彤在本场的表现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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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好嘞 好嘞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去俊彤先休息一下 我们要恭喜贾楠楠 最后来到了中国情歌会最终倾诉的这个环节 终于可以给老公唱你最想唱的歌 说你最想说的话 对 你想唱给他听哪一首歌 我想把一首 我觉得非常甜蜜的一首歌 一首亲密爱人送给他 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期待这一刻 也想看看那个从小被虐被虐 但是一直那么深情爱着你的那个男人 他到底是什么样 所以现在马上启动我们的现场 谢谢 这个节奏会已经睡觉了吗 休息了吗 不知道 应该不会吧 是亲老公吗 不知道 老公说为了等你这个电话 我已经喝了两瓶啤酒了 烫了 烫了 气了一遍 小奇迹也在 宝贝也在呀 这么晚宝贝还不睡 我还在那个录制的现场 宝贝 你还没睡 你们刚才有没有发现 男的喊宝贝的时候 第一个回答是他老公 你平时怎么喊宝贝 我平时身后他就是老公 然后他 他可以上电视吗 他说 你已经上电视了 对 我给你们介绍几位老师 哈喽 宝贝 你好 你好 胖老师 你好 哈喽 你好 这里是 你好 宝贝你好 嗟嗟嗟嗟 哈喽 哈喽 你是我们的嘉琪顿珠 哈喽 还有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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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是在中国情歌会的现场 然后特别特别恭喜你 得到这样一个机会 平时一直虐你的贾楠楠 今天要在这里 最动情的跟你表白 他要为你唱歌 哇 而且我们现场一百多位观众 都是你们的见证 都是你们这段感情和幸福的见证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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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想跟了媳妇说的 哈哈 这么多年了 然后我们俩可以一直不灵不弃 然后感谢上天给我一个这么这么好这么晚的爱 哎呀 谢谢 从来也没有温柔的就是跟你说过我的心里话 你也总说我脾气不好 那其实我特别心疼你 每天上课 赚钱养家照顾我和儿子 嗯 老公你辛苦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嗯 其实我一直心里都有一个结 你为了我放弃了你的前途 我觉得这个是个男人特别难做的一件事 但是你做到了 那我想说你对我的付出 会换来我对你的不离不弃一辈子 最后呢 嗯 我还是小点声说一句 我爱你 小点声 小点声 高兴了 高兴了 必须感谢了 第一次这么跟我说 你老婆跟你说我爱你 你也不用把孩子啪去给吹掉 哈哈哈哈 一下就把儿子吹出发 爸爸就吹出了 吹出心头了 我想唱一首能表达我心情的一首歌 亲密爱人送给你 我希望我们俩以后一直牵手白头 然后也希望你身体健康 加油 青月还吹着风 想起你好温柔 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 也不是我无影风 只是想你太浓 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 爱的路上有你 我淋不寂寞 你为我那么的好 这次人能不同 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 陪着我亲爱的人 解决的爱人 Verso是我一生中最興致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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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开点 他亲了你呢 一二三一起 来 爱了很久 也许会分开 小儿童子 谢谢 感谢他的老师 而且你看君哥 都觉得因为感动的 真是眼含热烈 这首歌 这个幸福的家庭 得到我们所有人的祝福 而且我相信 他们会一直幸福下去 将幸福经营到底 这位先生 我相信你今晚一定会失眠 好吧 那 他好像已经被那个 被定住了 好像死了定身术一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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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一百一位重要的他们 拜拜 他们也在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美满的爱情 不可以 可能对于这个男人来说 他放弃了一些东西 可是他得到的是 你是这个家 同时想要看节目的正片 或者是更多的精彩花絮呢 也可以登陆 优酷视频 爱奇艺 云视网 腾讯视频 乐视网 PPTV 搜狐视频 百度视频 感谢天籁 K歌 青品FM 百度诺米 今日头条 百度之党和百度百客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为爱儿歌 这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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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